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把它去掉它不可 因为我要用它来煲汤 洗干净了 然后这个 它的中间这个 我把它去掉它 这个锅 把这个虾胳放下去炒 OK 炒到它出味了 我们就把水放进去 盖锅 给它焖一个十分钟 OK 煮了十分钟过后 哇 很香啊 我就把这些虾 捞上来了 这边有两根的香茅 方太跟它切斜了 然后拍一下 我把它放进去滚了哈 这边大概有十块的南浆 拍拍一下切片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干叶了哈 Lemon leaf了哈 有人就打辣椒碎了 放开懒惰啊 就只是切切 那些小辣椒进去 你可以放红还是放轻了 可以了哈 然后我们再给它煮多一个五分钟 给它出味 OK OK 煮了十分钟了 OK 所以它的味道都出来了哈 这些东西给它老一点上来了 好 留一点就好 不要太多 刚才就把这个一粒的tomato 你就切快了哈 然后这边有一个大葱了哈 半粒的大葱 OK 然后 然后我就把这个tomyan paste 放两汤匙下去 OK 现在方态就把这个菇放进去 OK 然后方态就放点点的盐 然后我试看这个味道 OK 还是不是很辣 所以我再加多一汤匙进去啦哈 我就把这个虾放进去 我就把这个虾放进去 这个虾很快就熟了的 那个虾要熟的时候 然后我放一汤匙的tomyan paste 先来下去啊 你要放多一点都可以 就是应人喜欢 我放两汤匙 OK 是很容易煮的啊 tomyan ma 然后这一煮 你还可以调你喜欢吃的味道 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试试一下那个味道 刚好了这个味道 就下手了 OK 最后我这边有四粒的酸干水 我把它倒进去 盖锅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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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